大家好,我是PawC,今天来介绍明基的一款4K投影仪,TK800N 这款机器拥有3000流明的亮度,支持输出4K HDR的画面,今天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它的使用表现 先来看一下机器的外观,正面从左到右分别是散热孔,Logo,镜头以及一个4K HDR的标志 机器下方的按钮可以调节它的抚养角度 机器上面板的两颗旋钮可以用来调节画面大小以及清晰度 除此之外,一些常用的按键和指示灯可以满足简单的日常使用 机器左右两侧是散热孔,右侧前方这里有个5W的扬声器,主要的出风口是在左侧 机器的背面有一个BGA和两个HDMI 其中只有HDMI 1.0,它是支持HDR的,不过这两个都可以输出4K的分辨率 如今网络上的很多视频资源都已经升级到了4K的画质 不仅是电视剧电影这些,而甚至很多UP组都开始制作4K的视频了 一台支持4K输出的投影仪对更好的画面体验来说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一起看看这款投影的4K实际表现如何 因为这款投影没有内置系统,所以我准备了个T-Bose Dream 4K电视盒子 它的HDMI线是长在身上的,而且供电也只需要5V1A 用在这台投影仪上也是非常适合 因为这里刚好有一个USB口,之所以用这支电视棒来演示呢 是因为它有耐飞认证的 所以登录耐飞之后我们能够看到里面的4K视频资源 在这里可以显示4K HDR的标识 另外在油管这边也同样支持4K HDR 那么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画面表现 在我们观看这些高码率的4K资源的时候呢 在这台投影上面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画面 一个画面有了清晰度还不够 它还需要一定的亮度来展示画面中的细节 TK800M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亮 当它投射出的画面是白天或者亮是比较多的时候呢 整个画面仿射出的光 甚至可以照亮我的房间 那它具体有多亮呢 答案是3000流明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吧 当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出现这种白天或者是这种白色的转场的时候呢 整个画面就是很亮嘛 有时候呢就是它反射出来的光 我整个房间都可以照亮了 一款投影除了分辨率亮度 第三中右的就是四彩黄源度 明基的色彩懂得都懂 并且这台TK800M还支持了HDR10和HLG标准 我选了对马导这款游戏的画面来展示 由于投影的亮度足够高 4K画质而且还支持HDR 所以整体的画面效果确实好 这是我第一次用投影玩游戏 100寸大屏给我的震撼还是挺明显的 而且不得不说这碗机器的延迟处理的还不错 感觉体验过用投影玩游戏之后呢 就不太想回去用显示器玩了 说完画面再来听听它的声音 TK800M自带5W的扬声器 音质也挺不错 大家可以听一下 音质也挺好 最后总结一下我使用这款投影的感受 其实投影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投放出巨大的画面 不管你是看电影还是玩游戏 投影可以给你更强的沉浸感 也更便携 像这台TK800M 它在3.3米的距离 就可以投放出100寸的画面 但是如果 我们想要在电视上得到这样的体验 就没那么容易了 比如我们选择最便宜的红米98寸电视 它的价格也要18000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用投影 代替电视 那在这个代替的过程中 投影的技术也在一步步发展 如果你的预算充足 也许是时候考虑一台4K3000流明的投影仪了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说的内容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